如果大家看小一点 具体一点都看到所谓心黎词的三字 很深的黎词 顾名思义是一个沼泽地 它在京都的地方 我不看稿说鬼故是怎样 以前一直过去多年 我自己有节目去讲日本鬼故 以前在别人的网台路组的嘉宾 当时已经有讲过心黎词的鬼故事 所以略有记忆 京都的地方是一个沼泽池 大家看的水池 其实是一些泥瓣 据说人落了都很容易被它吸住了 有些风险的 如果去到那里 那个鬼故事有几种版本 第一种 的士司机最常的版本 就是的士司机接了个女乘客 女乘客就说 我去心黎词 大佬你不觉黎词 我就知道为什么 可能去那里吃东西 她心黎词半夜 但是乘客说要这样 正所谓你吹他不上 拔他不长 开车 这次司机去到 乘客已经去到了 乘客 这里就是心黎词 回头一望 那个女乘客就不见了 香港的士司机鬼故事 上厅就是这样 香港的士司机鬼故事 会变成了一些契前 名前 这个不是 这个回头不见 全程之后 望到后镜 看见到他 不见的 那个后座左右摊水 灵体不见了 原因是为什么呢 就是心黎词附近 就有一间精神病院 话说当时有个女的精神病人 就逃脱了病院 然后可能他意外还是特意 跳到池里 最后死了 所以这个鬼故出现了 就是说会上的士 然后去了心黎词的时候 落了车不见人 到底这个鬼故 这个都市传说 真还是假呢 等一下再说答案给大家 我先说一些心黎词的资料 循例也要读 在一个京都盘地的北部那边 有一个处理方向叫心黎词 面积是9.2公平那么大 特别之处是京都最古老的天然词 它说耐到什么地步呢 一路有生物在里面 当然生物不会几千年不死 生物繁殖又繁殖又繁殖 生物到现在存在 是早于冰河期 冰河时期已经存在 里面的生物在里面 一路全程到现在进去 这个时代仍然有生物在里面 据说脚踏进去就不容易抽身出来 等于你去 算了不要说 原本人想着你夜中会 你沉船很难抽身 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在日本的夜中 阿雪不要说了 结果这个地方 最好不要进去 不要拆在脚内 抽不出来沉船 正所谓 在当地京都非常有名 但原来有另一个版本 另一个版本是怎样呢 讲旧版本 那个女性是长发的 穿着白色的连身裙 去到的时候 这个版本是另一个 下车之后 他连身离池 他说不是这么简单 他说是要下车 然后他就朝了一个花山 一朵花的花 左山的山 一方向走出去 咦? 即使司机就说 这个版本二 咦? 怎样?那里? 干什么事? 有什么地方去那里? 回头看就不见了 有摊水 原来花山二是什么? 不是精神病院 原来那个地方 是有火葬牆的 也是古时 由江湖时代传来 那个花山上 都是定义的热点 后来也是挖了隧道 也有人在那里目击过 一个灵异事情等等 所以版本不同了 不是精神病院 就是说 曝塞公在火葬牆 和江湖时代 开始 那里都有撕灵置疑 怎样有各种灵异传说 刚才说了 到底这个传说 是真是假的? 不要说100% 不过 有少少的证据作证 原来当时的的士司机 就说接了一个女性 不见了摊水的时候 没有给钱 她是由她报警的 所以当报警的时候 就变成了当时的报章 有刊了一个新闻 就是说有个的士司机 去到派出所报警 她声称乘客载到那里 之后是一个女性 然后她回头不见了 所以报警留有记录 所以这件事就上了新闻 简略说 因为我说得很臭 过去经常说 香港的的士 和日本的的士制度不同 日本有些会收定身 定身的士就是 你举例 你一个月30万亿 硬挂30万亿 如果太少生意 就公司隔你 你每次下标 就不是理智乎盈亏 你那天小钱 公司找出定身给你 所以你每条数据 是择住的 如果你载了个女性客 那管是鬼来的 拉了个标 载完后收2800日圆 3000日圆 然后她不见了 你收不到她的钱 程序上 你回去和公司交代之外 真是最好报警 因为你没有报警 那你不要理她 就是叫做 我们叫做 搭霸王车 或者真是鬼 起码公司知道这条数 如果那条数 就是你卖不到数 这个和我们香港的的士司机 走路 即是不同 解释了 其二 就进入 讲完都市传说 进入的士司机 鬼谷的部分 核心部分 那不如看一张图片 我看一张的士司机的 的士的照片 隨便选一张 给大家 二回想象一下 感觉 一般的士司机 他们最怕遇到的状况 其实不是鬼 最怕乘客上来 就说三句话 不是粗口 第一个就是 死蠢 死蠢 第二 你去死 第三 对垃圾 三句都是 一些比较 情感用语 比较 威嚇性 这些乘客 很多时候 脾气不好 或者你不知道 他情绪精神病 或者多喝酒 这些是他们最怕的 反而他问他 是不是真的很怕鬼 原来很多的士司司机 原来很多这些 讲鬼谷的人 上的士 我有时候都会 师傅 有没有什么鬼谷 都会问人 原来第一 的士司机 原来他们即使愿意说出来 他们有鬼的机率 原来不算很高 有的 通常行家围买停路 即是日本 可能下班的时候 吃饭时间 打到懒命后烟 吹吹吹 互相交换资讯 昨晚遇到那件事 那女孩下车 没付钱 摊水 之类的鬼谷 这个 这个 访问这间公司的时候 他一人就说 有没有鬼谷 也不恐怖 他说 有一次 经过夜班 日班比较少遇到鬼的事 他说开车 然后发觉经过一个 叫做 隔楼椅 停一停 稍微看一看 有个女性 当时晚上很少人 那个女人在这的时候 发觉这个小姐 他说起来 他不像是站在那裡 是否像入手 折的士 但的士司机都会看他 能否入手 你不入手 可能他站在那儿等男朋友 都可能 结果洗慢了 他真的没有入手 那真的不是了 不会了 开车 给休门 的士司机有一个习惯 多数他们经常 不要说习惯 职业病 经常都看到后镜 可能看后面有没有车 有没有人 有人入手 先刷车 可能上到 那客人也不行 他说这个的士司机 见到女人没有入手 就开车 开完镜头看一看 是不见人的 那一刻的时候 这些是不是 即是叫做 那个 怎么说 遇到鬼 他认为 都算是这样的 但是就不算害怕 如果他怕少少是怎样呢 这些的士司机的鬼故 怎么来的呢 原来日本有一间公司 其实我想很多间都在做 其中一间叫三和的士公司 他每年到夏季 在神来春远那边 即是横斌所在的那个园 他每年都搞过的士探灵团 灵探团 anyway 就被的士司机车发包了一场 可能你一家大小 或者脱脱男朋友 或者脱脱朋友 上的士 的士司机就开车去当区的灵异热点 也都沿途又好像道友 这个古城就这样的 有什么鬼 甚至要下车停车 带你走一段路 每年都做宣传 所以的士司机都说回他们的经历 那 一三和的 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 有得做这个生意 原来每年我看回 在网上登记 是要抽的 基本上你排队进去 其实好像据说是 应扣机会 好像不知20比1 还是30比1 可能举例 它有档 有50个位 可能登记想参与的人 总之20倍以上 例如只有20个位 可能20倍 有400个人上 但结果原来抽到只有20个 也挺难去搭这辆车 其他的员工搞了这些团 就有分享过其他的事件 例如有一次一个员工 刚才所说的实在穿远 他就说一到开始就在那个 试过一次 不是讲团了 讲过生活上 试过一次有个女孩 就上车 就长发 遮着面 简直走着看五夜空灵 那个长发女鬼 山穿精子 精子 那样上车 上车的时候 跟着就说 去某某地方 然后就照去 咦 糟糕 去那个地方 举例 如果以香港来计 麻烦去某某殡仪馆 那是半夜来过 那我计算了 的士司机就开车 下了一支旗就给油 但心想 一举例 我当是乱了 红瓣殡仪馆 你半夜是殡仪馆 没理由有什么都过了 不会是这个钟数 日了鞠躬 那心想 不要紧 以大酒店来计 可能附近住 那些什么 譬如什么殡仪馆 有个 什么豪庭 什么豪庭 那些屋苑住的 可能日本的士司机都按了 开车 但不是 这个屋板喪事的地方 这个殡仪馆 附近没有民居 这个小姐为什么来 都不来 去到的时候 就踩油 去到地方 小姐 我已经到了地方 原来车费是2800日 那时候 对方又给钱 3000日 拿了3000日 这个就放在那里 然后的士司机说 我找回小费 不是小费 我找回这个抓轴 是200日 拿200日 准备回头给的时候 不见了 这么奇怪 发觉 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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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离开他的视线 10秒之内 10秒 他说 10秒不可能在他 前后左右 这么远的地方 可以完全消失中 于他的目光之中 我以为有解释就是 会不会是什么 会不会是 鬼来的 没了 一声不见了 他给了3000日 他说 找回 是不见了3000日 首先大家 不要误会 那个女生放了3000日 我偷着你的 让你抓住那种姿势 不是 他说收了放了 可能他自己有个位置 或者有个箱 放在那里 3000日 有200日 准备抓 回头找完200日 500日 200日 10秒左右 回头看 不见了 但那3000日 在哪裏 原本放在眼前 是不见了 他不认为有人偷了 眼前 怎么偷 但是 会不会是眼花 他误会 他说 他拿了3000日 一支 二支 3000日 他说肯定是有质感 他摸上手 是三张日本的1000元 他摸到上手 有多少质感 放在那裏 但偏偏就是不见了 到 最后跟公司 補回那条数 他就说 他如实地補了 他说 你当他套 即是叫做打霸王车 好吗 他接着就不见了 他形容为 真的遇鬼 否则没有理由 那么短时间内就消失了 但关于这类鬼故 有一个是这样的 立即说 即是凭记忆 他就说 一模一样 就是处理一个 有个女孩上车 有几个版本 先处理一个男人的版本 有个男人上车 然后就说去哪里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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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不见了 他就说 不见了 怎么这么奇怪 后来 就呆了 门口可能想按中 后来有人应换 有人应换的时候 有个女人来的 一个太太 最后就说 的士司机 不好意思 车费多少钱 什么事啊 太太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有个先生住这里 然后再过来 接着来到的时候 他不见了 不见了 司机先生 我帮他付车费 多少钱了 28日 我帮他付 太太其实发生了什么事 希望不要吓你 你讲了才知道 吓不吓你 其实是这样的 我先生 那个鬼魂 截了你的车 载你回来这里 真的吗 是啊 因为他有一晚 看一看 今年是他的忌一 所以我知道 每天以后等的士司机 每年都是这样 其实他记忆的时候 他来到这里 回到家 就被一辆车 大货车经过 把他撞死了 所以永远回不了家 入不了家门 所以他每年到他的记忆的时候 都说 司机来到我门口 对话 然后不知道他在哪里 有人说乘的士来这里 又没有付车费 我就知道 我问司机形容的样子 他形容的样子就是 我已故的先生的样子 没理由他这么具体 如果没有见过他 我们知道原来 没有你搭霸王车 我就给钱了 你等等我 不过现在 我要回去拿个银包先 你等我等的 即使先生 有没有嚇到 的士司机说 这件事都挺怪异的 既然你说到这样 我等一等 他进去拿银包 拿了轮 咦? 都不出来 没理由 得士司机走完 变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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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门的时候 有个婆婆 不好意思 其实 刚才 跟着阿婆就说 刚才是否有个女士出来 帮你付车费 是啊 她不方便 是否你付 那我付 多少钱 2.88 不好意思 这位初老的 叫你阿婆不是挺好的 这位女士 你女还是媳妇 那个 什么都好 我女媳妇都好 总之 她不方便给你 不如我给 到底什么事 这位女士 她不敢叫她做阿婆 但这个阿婆就说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我忘了是个儿子和女婿 当是个儿子 我儿子是上巴族 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 在门口被大火车剪死了 之后 每到忌一的时候 她就 慢着 这位女士 的士司机就说 这个版本我听了 前段我听了 后段你听了 后段的吗 又 后来 我嫂嫂 就抵受不了压力 到了有年的时候 就知道她的先生会回来 搭的士回来 她帮她付钱 之后 她就太惯了她的先生 家嫂太惯了我儿子 最后她都自己选择走了 自己选择 我知道 自杀 不要说得这么白 之后 仍然有的士司机会上门 有时 我家嫂的灵体 都会出来和的士司机说两句 帮她付车费 但是她是灵体 怎样付 所以我便帮她付 原来整件事是这样 第一 上车的灵体 第二 出来隐瞒那个灵体 第三 阿婆 你不是灵体 放心 我有钱付 的士司机收完钱 就走了 望着阿婆 孤零零的身影 阿婆真可憐 除了没有这个儿子 没有这个媳妇 每年 还要白白给她的士钱 年年如是 都不知道给了多少年 何年何月何日 真的要给到 这样的鬼股都有 那问你 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 还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听过 以为既然是这样 继续去 Old Friend都这样说 我说回 三和的士公司 他们的人 华的士司机 会带一些团 去灵异热点 我试过一次去一个灵异热点 在一个古城 附近这个神社 他说经过这个路之后 他们会拍一些照片留念 但是客人尽 Vul 应该用摘摊器来摔摊器 但不像现代的 不是现在最流行的智能手机 我拍完照片後,有個客人不知為何拍不到自己的頭 他不敢問後續有沒有事 因為聽你的節目都可能會記得 我講過日本的刑意照片 拍完如果不見了手,留意可能受傷 不見到頭怎樣?重側可能真的批了頭 如果輕側的,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去完夜總會回家 雖然香港很難找夜總會 老婆,為何女人香水味?入豆白拍到臭人的喉嚨 不知道會不會是這個因由 但那張靈異照片 的士司機就叫客人傳給他 所以要留下 不知道大家信不信是否加工或是甚麼效果 有準備給大家看 我們看下一張靈異照片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D100.NET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我們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